歡迎繼續收看大話新聞 這是蘋果之報 因為太大廳,我把它奧起來 李慧仁怎麼說 李慧仁說 去年12月25日 他找到彰化一家養雞場 發現場外堆滿成堆的死雞 一行人帶走 這個一行人帶走四隻死雞 一隻自費送到檢驗單位去化院 兩隻分別寄給農委會的主委陳五雄 房檢局長許天來 另一隻他自行冷凍封存 但寄給許天來的死雞 檢體被退回 快遞包裹上注明 拒收退回 然後李慧仁說 他在死雞檢體中還附文件 清楚告知許天來 採樣死雞在彰化的GPS定位坐標 房檢局長宣稱找不到死雞場的地點 動物防疫組的科長楊文淵 還質疑說 你這樣生政府喔 你這樣在玩政府啊 好 李慧仁說今年一月六號 他在網路公布病毒失蹤事件部紀錄片 揭發彰化機場的染病毒 農委會隔天啊 進發新聞稿說什麼 機資都正常 恐怖你知道嗎 再來 重點在這裡 許天來說啊 我只是把事情都完整呈現在專家眼前啊 然後你知道李慧仁今天說專家喔 這有趣囉 都有申請補助嘛 都有申請補助嘛 好 這是今天的聯合網報 紀錄片還原 戳出專家的知乎其詞 李慧仁這樣說 他說啊 對於這些學者的欺瞞說謊 李慧仁下了一個 一個拿人手軟的註解 他上網查詢 發現這些學者在2010年 都向農委會房檢局 國科會申請了補助 因此才不敢講真話 其中以楊憑政申請3000多萬最多 再來是陳秋林2000多萬 蓮伊陽600多萬 沈瑞鴻300多萬 王金河308萬 張伯俊140萬 他是不是啊 他是不是拿人手軟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我要說的是說 不好意思 這學者專家 我們是要安裝的 現在也是學者專家 第一次第二次 這個瘦肉精也是 是啊 也就是公佈我們看他 到底有去申請還有這種東西 沒有啊 是 這裡面有幾個 我就不一一點名 裡面有好幾個 也是美牛專家會議的專家 真的假的 我們有時間好好地把它對一下 你會發現有好幾個 你會發現有好幾個 是同樣的 他也是美牛專家會議的專家 這群專家可不可信 我沒有資格質疑他們的專業 因為那是他們的專業 問題是這個事情 我剛才看到的 我剛剛廣告時間私下請教徐老師說 我不要透露他最多申請到國科會多少錢 但是 他最多的申請的 比那個最少的 不到三分之一 人生清三千幾萬 郭師傅不敢 我真的這樣聽到一個教授 把政府生清研究計畫 這最少的是百四萬 對 所以三分之一是三四十萬 差不多這樣 最多大概這個程度而已 我真的 這不是包工廠 你如果說包工廠 公共建設有可能三千幾萬 做研究計畫一次 申請三千幾萬 你覺得這些專家會說真話嗎 當然這個專家他們有否認 說不是這樣 可是我要講 剛剛從 可是許天海事趕快說 這是交給專家決定 對 剛剛從李慧仁那個話 我看到 我發覺到一件事 整個農委會在去年12月25號 就是李慧仁那時候 驚 驚去農委會政政 已經變成一個共犯體系 這個共犯體系有一個共同的決議 這個事情絕對不能說 所以你看 上上下下說詞完全一致 我第一次聽到說 人家把全球衛星定位系統 GPS座標都給你的時候 你說你會找不到那間養雞場 你怎麼騙笑 GPS座標給你你會找不到 上山下海都找得到 不可能找不到養雞場 那個就是因為已經一個共犯結構形成 我不曉得這個專家 這些學者專家 到底是不是在這個共犯結構裡面 是他們做成說 這個是低病原通報 還是說他們堅持要高病原 但是農委會官僚體系 決定說我們要用低病原通報 因為這個要去開火的人才知道 我也希望是 給GPS還找不到 哪有可能找不到 如果連GPS 海溫太大 如果有GPS座標要找不到 美軍不用作戰 人家的巡迷飛彈都是扣GPS座標 那是不用作戰 但是查得到屏東那個女生說不是膠農 還說不是膠農 對 事實上人家是膠農 我希望這些學者專家 你明天最好出來自清 因為你們的學術生育 可能會毀於一旦 現在你們的學生看到今天報座 看到今天大發新聞 老師 原來你先請農委會三千幾萬 不怪 高病原也比低病原 你以後怎麼去教你的學生 你有辦法跟學生嗎 我覺得我希望你們出來自清 最好有保持當時的會議紀錄 有發言紀錄 某某專家堅持說這個是高病原 最後是農委會官僚體系決定說 我們這個是低病原 這個是嚴重在哪裡 他給我們引力這麼久 我們不知情 請問這個病毒有全國走來走去嗎 有可能 有可能 有可能全國走來走去 因為一開始是中華台南 現在是南島 又對了 現在其他的所在還有嗎 我們不知道 可是我請教過相關的流行病學專家 他說這個病毒很奇怪 他傳播的範圍越廣泛的時候 他的病毒的變種會越快 H5N1就是致死率高 H5N1一開始也是家禽傳染 人不會傳染 可是後來病毒變種之後 人會傳染 而且致死率高達6成 H5N2 現在其實人會被傳染 只是他病毒不夠強 我們不會發病 沒有症狀 其實彰化那個養機場的 養機場的員工檢出很多是陽性反應 表示他體內有H5N2的病毒 農委會今天還在騙我們說 不會傳染給人 他在玩文字遊戲 會傳染但是沒有發病 因為沒有症狀 因為病毒不夠強 但是我們不知道病毒什麼時候會變種 什麼時候當有一天 變成很強的病毒傳染給人 甚至會產生生命危險的時候 那時候農委會你再來解釋嗎 那時候要解釋什麼東西 那時候都不符 那時候不符 你問話 你問話果然不是專家學者 他現在支持美牛 現在又說這是低病源 你看明年申請到多少錢 你看明年有多少錢 那我會補助 不需要經過主委嗎 不需要這些局長做簽合嗎 弘以 專家在講話的時候 真的要搞清楚 你跟這些人的利益關係是什麼 有利益衝突就不要去講 或甚至把立場講清楚 弘以我們現在都講專家 南方說那時候不是講嗎 操作民調不夠 現在操作專家的意見 馬英九今天怎麼說 美牛會議的結論是什麼 沒有發現什麼 對人體有害 人體有害 結果美牛會議真正的結論是什麼 沒有做這樣的實驗 沒有做這樣的研究 弘以兩個是不一樣的事情 一個是說沒有做這樣的研究 馬英九說沒有啊 無害 專家的意見 你要不要吃 70天前 如果這個東西都已經跟大家講 弘以這70天 有多少人吃了提南民宿 生蛋白 布丁 這些都是怎樣 生蛋白 生蛋黃做出來的 有多少人吃這些病菌下去 有多少人吃煎蛋是半熟的 弘以這些東西政府都不用負責 70天前講 我們搞不好可以自理管理 大家不做這些事 他不跟你講啊 他結果他覺得是怎樣 這個記者在玩政府啊 謝謝 山區清安 我再講一次 山區清安發現是那個記證 他本來就應該是檢驗東西發現的 他本來就應該做這個事 結果怎樣 他被包養 被英雄 這個記者是去檢舉耶 去告發耶 結果農委會覺得你是來跟農委會做對了 農委會就是要贏你 我覺得這個政府喔 如果大家還讓他這樣下去 你怎麼知道有很多事情 他真的沒有瞞我們 這個政府跟我們說得很清楚 你低病院高病院 這裡都很多人 所以你吃也沒關係 兩隻也沒關係 然後他又消毒 沒有了一杯 這樣 我一杯水裡面 如果說我把他放一部流看他要喝 喝也不會死 看他要喝 對不對 所以這個政府你看多看 就這樣 他會跟你講尿療法 對身體有益 這個肌是因為感染H5N2病死 這個是一個很清楚的一個事實 他還在跟我們框說 這個沒關係 這個吃了人就沒關係 這跟美牛 都如初一側嘛 你說瘦瘦瘦瘦 沒關係啊 會怎麼樣啊 沒有任何研究報告顯示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這是政府的心態嘛 我稍後在聽 他在念幾個教授 對 包括陽平鎮 3322萬 陳秋林 2235萬 那我想就什麼 那我想就夢想這 我們這次賴生川 賴生川出來的議事 賴生川議事 大家來說 不然你是賣什麼 專家學者就是這樣啊 美牛的專家 出來替政府背書 我剛剛就已經跟各位報告啊 這個聯合國 動物衛生組織的 相關的這個通報的規定裡面 講得很清楚嘛 這個就是按照你檢驗出來的數字 你的致病性檢查 或者是你這個 檢性胺基酸的這個檢查出來 假如是高病原性 就是高病原性嘛 我們這些專家 可以違背OIE的通報規定 可以違背他的學術的專業 跟你說用臨床症狀 明明檢查出來的高病原要通報 他就是用這種所謂的低病原 來混淆這些視聽 所以讓我們覺得說 這個政府到底我們是要相信什麼 美牛這樣 情六感這樣 我們這些專家 不管清風照白 領政府的報告 替政府的結論做背書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怪不得說我要去跟他要資料 他不給我啊 因為現在喔 記者去問這些告訴我 這些告訴我 這些告訴我 李慧仁說真的 是啊 李慧仁跟他查說要告 是啊 他還願意 你怎麼告一件事 李慧仁說 前一陣子 禽流感疫情嚴重 連基農都受不了 有幾名基農想開記者會 自己對外公佈疫情 卻又在農委會壓力下 不得不取消記者會 都嚇到 上郭不食疫情 在發言嚇到 恐怖耶 我現在慢慢了解 有什麼新的行政運動 安心內閣的意思 都不知道 大家都緊張 都安心 現在一開始 大家都不安心 不安心的時候 沒關係 你這樣玩弄政府 他玩弄八時 沒關係 八時不能去玩弄政府 人家說一聲 他說你叫做玩弄政府 不怪這個政府 官僚協助 又有人說 反對所有人 這是民粹 你根本不知道事情 剛才反對 奇怪 現在這到底是民粹 前一陣子 沒有人還會說 你現在說我是反對 又民粹起來 那已經傳染到這樣 一群發見 十萬幾隻都 全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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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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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運動 到現在 沒有說一句 情流感的事情 還在開國安會 還在研究 美國牛肉 所有情 是 國中修 你有看到 李慧仁說 他們用的是 偽科學 看起來是什麼 看起來是真的 都地心文字 看起來是科學 對 但是他是用 對 對 李慧仁感嘆 情流感事件 就是官僚用 偽科學 欺負沒有任何專業知識的民眾 這次的美牛瘦肉精事件 更是如出一策 又是同一群黃檢局官員 這次小蝦米對戰 大鯨魚 官僚體系 但下次呢 天啊 我們怎麼知道 現在他最假的 偽科學 那個 所謂都有 對 所以 這個 散步不實的疫情 說要法辦 那如果隱匿確實的疫情 是不是也要法辦 第二個 剛剛基農 說他要開記者會 結果說 農委會說 有壓力 農委會壓力下來 我今天提醒大家 就是要把這個壓力查清楚 我們一定要把這個壓力來源查清楚 否則台灣永遠背後有一個黑手 在運作一些很奇怪 不當的事物 影響到全民的健康 第三點 你怎麼有辦法知道 基農的壓力來自哪裡 就是心生畏懼而已 一個一個往上查 壓力在哪裡 一個一個往上查 這個我剛剛就講很清楚 防檢局長他有要選舉嗎 他沒有選舉 他壓力在哪裡 第一時間通報疫情 第一時間迅速撲殺 迅速處理 避免這個病毒變異 大公一見 這怎麼會有壓力呢 壓力絕對不是在於農委會而已 我今天要大家 要把這個責任追究出來 不然台灣永不得安寧 第二點 送檢體 有時候我送檢體去給你農委會 你農委會沒有主動發掘 已經很過分了 我送檢體去 你竟然還把那個檢體退回來 這是什麼心態 農委會我覺得 真的現在農委會的主政官員 已經嚴重不適任 這個不單是政治責任的問題 不是只有監察院要查行政責任 政治責任 最重要是法律責任一定要追究 至少第一個獨職 第二個廢遲職務 這個不用辦嗎 第三個 我覺得這件事情 我自己也覺得良心不安 坦白講我在去年12月 大概兩個多兩三個月前 我在網路上 我就有看到這個不能戳的秘密 當時我就一直覺得這個事情會很嚴重 但是我心裡想到兩點 第二個 第一個是 這個部分雖然公共政策是我的專長 但是這裡面又牽涉到公位的部分 我很擔心說 我萬一講這個事情 會有所謂散佈不死的疫情 待會兒再叫他靠去 第二點 我想說 顔心也有夠多 應該換別人背一下吧 不然又一下子苗栗 一下子彰化跑 還得了 我本來是想說 會有一些主流媒體 看到這樣的一個狀況 他應該要把它披露出來 結果都沒有人披露 到現在發生這麼嚴重的事情 我覺得整體社會都應該沉思 不過在沉思反省過程中 我還是認為 我再次的強調 如果大家不敢講話 我來講 追究背後的壓力來源 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是 這個不是什麼偽科學 這是有沒有作假的問題 偽科學 偽就是假 偽科學有一個 視視而非的邏輯跟你講 他如果是 因為這個檢驗 這個所謂的 是不是禽流感 他有標準的程序 你 有片這樣 有了沒有就三 一翻兩瞪眼 那不能騙的 現在懷疑他是不是 驗出來有 然後他跟你講沒有 那這個是作假 我們知道在學術界 如果你的研究作假 是這個教職 是要被辭掉的 是解聘的 你可以記得韓國那個嗎 對... 做成等於我們這邊 到中原運的 負字陽 對 負字陽 那不是老大 不是老大 而且是犯法的 他領著所有的經費 他你做這個 全部都要再追回來 所以我拜託民進黨的立法紀元 你要信他去基米圖 這一定要拿出來 看到底他們是在那邊變什麼樣子 如果他真的是作假 這後面的法律問題 整個都要追究 因為這個作假我認為 他不是一個人 我們有說 他一定是一群人在那裡做 如果是這樣 在情流感這邊沒有解決 美國牛還來背書一遍 後面 豬他也來背書一次 魚也來背書一次 我們台灣老拜大家要吃什麼 我記得以前 台北市政府秘書長楊錫安曾打電話進來 說你們都不專業 他用詞我忘記了 你們都不專業 所以他要來 好像要指證我們 我記得陳寶基主委 說要教我們 說我們也不專業要教我們 這是今天中國時報的這個文章 他說一個並不專業的民間人士 都可持續關注追查出疫情動態 而且還因此自掏腰炮善見家財 相對的農委會上下官員拿國家奉路 不但不肯盡忠職守好好辦事 還接到通報啊 都還否認到底 嚴重待呼職守 還因為引力資訊 導致疫情未受阻隔而逐漸擴大 這是嚴重失職 政府非向國人做個交代不可 需要是 一個沒有專業的人 揭發有專業的人 有那個專業的不是說我今天要教你 弘義 我覺得寫這篇文章就是沒被告過 記不記得心流感疫情的時候 我們說疫苗是不是有副作用 對 我們還在那邊講一堆數據 我們也是每個都要被告啊 那是因為北檢不起訴 北檢沒有處理 弘義有沒有 我們現在討論大譜也要被告啊 對啊 那時候是誰啊 還要誹謗還要侮辱官署啊 對 我要講 我先拿來你這裡 你討論你也要被告 弘義我要講 那是衛生署署長 我們的有公益的楊智良 拼公益楊智良 簽的最後份公文 就是告這些沒有專業的人士 亂講這個疫苗有問題 弘義這不是要被 不是 我們承認 我們對疫苗可能有些距離 可是我們看到這個東西討論 政府處理方法是什麼 告你耶 拼公益楊智良是告你耶 後來是因為沒有告成 所以這事情沒有攤開來 沒有燒起來 大譜也被告 新生告也被告 都是討論公共政策 捷運耶 都是專家 都是什麼 都是學者 都是幾十年經驗的人 陳寶欣沒博士學位嗎 他不知道嗎 都知道 因為這個政府為什麼喜歡用博士 那不是都 都委會都很多博士 對啊 專家學者博士 他的內閣也是博士內閣 那不是很專業 就用這個壓死你啊 你要是在反抗 告死你啊 所以 郭榮總 說大譜事件也要訪國耶 對啊 也要匪謗 也要五六關事 到現在我會不會 沒有 你要怎麼樣 你這次我看 剛才你念的中國事務 今天這是聯合部 人家自己還會翻新喔 包括本報的主流媒體在內 要深刻還行 為甚麼一個民間的人 可以吸這種東西 如果我們的報紙記者沒有一個 知道 別說你不知道過程裡面發生 甚至沒有農委會出這些事情 你用記者 也知道農委會在暗截什麼東西 但是處理的 是 馬英紀委政府只有農委會在暗截 這是今天中國時報 說管美牛的是同批人 國人放心嗎 國文你放心嗎 當然不放心啊 同一批人送檢體去 竟然還把你推回來 這樣的人 你會相信他三管五卡嗎 陳大哥 你前幾天 我現在還跟你說 瘦肉肩可以開放喔 對 你前幾天不是講說三管五卡嗎 你那時候還有點開玩笑的說 未來搞不好會六管十卡 我告訴你 衛生署現在真的在演你 要怎麼六管 真的假的 要怎麼演你六管 要加強 管源頭管邊境不曉得還要管什麼 所以同一批人再去管這個美牛 兩件事情都不放心 但是我覺得 我要呼籲你剛剛一開始講 真的在這個節骨園 其實除了這個雞的問題之外 這個牛跟豬的問題我們要注意 不要在注意雞的時候 牛跟豬這個瘦肉肌的問題 反而讓它過關 這個對人民的健康都一樣有危害 是 媒體要多報一些幸福新聞 福氣啦 安心 對 報這個為什麼 我告訴你 你看到馬英雄當選年任以後 我們每天都在討論什麼 都在朝那個幸福光明面 在說一些大家的歡喜事 真的在說幸福有問題 很少 今天我們說 如果不是真的高 所謂高感染群爆發出來 真的剛才說得對 我們討論 我們換人 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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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等一下我們先開放給大家Call in 先休息進廣告